女孩用一星期没洗的臭脚在男人脸上反复摩擦 还不停逼迫男人说喜欢 男人被酸臭味熏的辣眼睛 疯狂的挣扎却无济于事 因为四肢被牢牢绑在床上 他苦苦哀求女孩放过自己 而对方不仅不罢休 还觉得男人给脸不要脸 不停扇他大嘴巴子 就在刚刚 两个性感女孩在暴风雨中敲响了男人的家门 好心的男人看到他们动得瑟瑟发抖 便主动邀请女孩们到屋内躲雨 起初两人表现得十分拘谨 还担心会弄脏男人家的地板 可就在他去拿毛巾的间隙 女孩们就擅自进入了客厅 借口说这里比较暖和 黄毛妹一副自来熟的模样 连连夸奖男人善良 愿意收留他们两个陌生人 男人表示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 就算两人心怀歹意 自己也有办法制服他们 这时 黑长直发现是计程车搞错了地址 所以才害得他们在这里迷路 男人体贴地帮两人叫了网约车 但这是偏远的富人区 听到还需如此长的时间 两人羞涩地询问能否帮他们烘干下衣服 看到女孩们撒娇时楚楚可怜的模样 男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 女孩们不断地夸奖男人 说他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也让男人逐渐放松了警惕 可他去给两人拿玉袍时 女孩们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冰冷起来 等男人把衣服放进烘干机回来 两人已经抱着狗子蹦迪 得知男人由于工作原因独自在家过父亲节 女孩们说着要安慰他 竟直接一左一右地抱了上去 他健壮的肌肉 场面有点尴尬 男人只好更换了座位 女孩们借着身材的话题 居然聊起了自己跟男模的经历 两人开始利用露骨的话题聊拨男人 不知如何回答的男人只好点头附和 这时 黑长直看到了男人妻子的照片 夸他好美 认为他们郎才女貌 男人表示自己只是个落魄建筑师 但妻子是了不起的艺术家 周围的一切都是妻子创造出来的 男人向他们介绍妻子的作品时 黄毛妹有意无意地把话题 引向她跟妻子的私生活 男人表示自己不太习惯 女孩对待这方面如此开放 两人边开玩笑地说她思想老旧 边向她贴近 有意制造身体接触 男人尴尬地再次更换了座位 掏出手机查看网约车的时间 想要缓解这亲密的气氛 可女孩们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开始追问她有没有接触过其他女人 男人回答从来没有过 自己真的很爱妻子 黑长直却认为这不符合人类的动物本能 而黄毛妹突然凑了过来 表示自己很了解男人 知道这肯定不是男人的真实想法 看到两个女孩充满诱惑地盯着自己 男人只好转移话题 询问他们的职业 两人说自己都是空姐 说着便表演起了飞机上的场景 又开始对她搂搂抱抱 极力克制的男人只能再次起身 女孩们的话题却越来越不矜持 说完还直勾勾地看着她 为了躲避两人的目光 男人只好低头查看手机 这时离网约车到达只剩五分钟 黑长直突然提出要去卫生间 单独相处的气氛更加尴尬 男人便起身去放蝶片 然而黄毛妹跟随着音乐扭动起了身姿 还主动拉着男人一起跳 随着两人的身体越靠越近 气氛变得格外暧昧 就在男人要把持不住时 突然电话响起 打断了两人 原来是网约车到了 黄毛妹却喊黑长直 男人也只好去拿轰单的衣服 网约车的打断让她十分不爽 男人来到卫生间敲了半天门 里面却没有任何回应 她只能挡住眼睛走了进去 结果两个女孩直接贴了上来 女孩们在有妇之妇家里洗澡 还让对方把衣服送进浴室 可男人敲了半天门 却没有任何回应 她只能挡住眼睛走了进去 结果两个女孩求她加入一起洗 原本男人就有些心愿意马 面对他们的盛情邀请 以及曼妙的曲线 最终还是堕落了 可怜的网约车司机迟迟不见人影 只能默默离开了 翻云覆雨的一夜转瞬即逝 男人第二天醒来时 发现女孩们已经不见了 以为他们自行离开了 可当她来到厨房的时候 突然变得无比疯狂 厨房已经被他们糟蹋的一片狼藉 男人提出送他们回家 两人根本不理会男人 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这时 妻子打来视频通话 男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接听 女孩也跟了出来 在他身后做出不雅动作 吓得男人立即调转方向 借口要忙工作 匆匆挂断了通话 气愤的男人回到屋里 命令两人立即穿好衣服离开这里 男人在门口等了半天也不见他们出来 他回到屋子里催促时 发现两人竟在妻子的艺术品上涂鸦 被激怒的男人想要打电话报警 女孩们却假装自己是未成年 一旦报警 男人就会被判20年监禁 这下男人彻底慌了 他以为两人是要敲诈钱财 便掏出钱包想打发他们 可两人对钱根本没有兴趣 还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 女孩们不断挑衅男人 还威胁把昨晚的事情告诉妻子 要毁掉他的家庭和事业 让男人身败名裂 失去理智的男人狠狠地掐住了黑长直的脖子 但最后他还是恢复了清醒 选择了报警 电话接通后 黑长直看他来真的 立马断了通话 两人终于妥协 同意让男人送他们回家 把两人送到目的地后 男人回来花费了半天时间 才清理掉女孩们留下的痕迹 半夜里 正在埋头工作的男人突然听到客厅传来一响 他走过去查看时 刚捡起地板上碎裂的全家福 就遭到了黑长直的偷袭 等他醒来后 手脚都被绑在了床 黄毛妹还换上了女儿的校服 跟他玩起了角色扮演 不断用脚挑逗他要继续昨晚的游戏 从黄毛妹的言语中 男人得知他曾遭受过继父的伤害 可男人只想让对方放开自己 被拒绝的黄毛妹突然性情大变 把男人当成继父 开始对着他疯狂殴打 发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恨 这时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竟是妻子打来的视频通话 两人以此要挟男人就范 他只好答应黄毛妹想怎样都行 黑肠直则在旁边录起了视频 趁着黑肠直去厨房吃东西的间隙 男人挣脱一只胳膊把黄毛妹推了下去 他刚逃出房间 就看到了威胁自己的黑肠直 愤怒的男人冲过去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黑肠直毫不犹豫地就将叉子刺进了男人的肩膀 恰好击中了他刚做过手术的伤口 黑肠直不断地旋转叉子 男人不堪痛苦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椅子上 两人继续跟他玩起了惩罚游戏 可刚给他松开嘴巴 男人就对着他们破口大骂 黑肠直直接把噪音开到最大 受不了的男人只好求饶 两人根本就不在意他的答案 只是为了折磨男人取诺 男人想直接认树向他们投降 结果还是遭到了噪音惩罚 就在黑肠直询问他对于昨天的错误 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时 外面的门铃声突然响起 两个妹子把男人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和他玩角色扮演 突然门铃响起 黄毛妹慌乱地把男人藏了起来 黑肠直则冒充男人的侄女去开门 原来是男人妻子的助手来取艺术品 看到被涂鸦破坏的雕塑 气得助手哮喘病都犯了 他立即识破了两人的身份 准备报警 黑肠直还想色诱他来蒙混过关 可助手根本不吃这一套 突然 他听到了男人弄出的动静 想要冲进去查看 女孩们趁乱偷走了他的哮喘药 助手顺着声音找到了男人 本想替他解开绳子 女孩们却在外面破坏起雕塑 他竟为了保护作品放弃解救男人 看到雕塑被两人砸得稀烂 气到呼吸不上来的助手疯狂找哮喘药 可就是找不到 黑肠直拿出药开始戏弄他 两人把药丢来丢去 像耍猴一样玩弄助手 结果犯病的助手不慎摔倒 磕在雕塑底座上没了呼吸 女孩们只是沉默几秒 竟然开始疯狂大笑起来 嘲笑助手太蠢 把自己摔死了 看到这两个陷入癫狂的女孩 男人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女孩们把打湿的报纸 一层层的扑在助手身上 再刷上油漆 用吹风机吹干 把对方做成了雕塑 装到了汽车上 然后利用男人的手机 发出信息 伪装成是他杀死了助手 回来后 两人决定继续游戏 宣布男人要接受的惩罚就是下地狱 男人愤怒地说着自己是个好人 他好心地收留他们 给两人叫车 轰干衣服 明明就是他们闯入自己家 非要引诱自己犯错 现在还要因此刀了自己 可女孩们根本不听他的狡辩 直接宣判天亮后就送他上路 随后两人在院子里挖起了坑 男人趁机拿到桌子上的平板 想得妻子打去视频通话 结果被回来的两人逮个正着 平板也被黑肠直扔出了窗外 这时 两人突然扮演起了怪兽 正是男人经常跟孩子们玩的游戏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自己 根本就不是偶遇这么简单 接着两人就在别墅里搞起了大破坏 妻子的艺术品都被大肆破坏 就连孩子们的玩具也不放过 还把男人头发剪成了狗啃尼 两人疯狂地破坏着房子里的一切 像是在宣泄自己扭曲的内心 在破碎的艺术品里 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把手枪 黑肠直瞬间有新游戏的灵感 他让黄毛妹解开了男人 给他30秒时间藏起来 但不能离开屋子 如果天亮前自己找不到他 两人就自动离开 不会再纠缠男人 男人立即来到厨房 拿餐刀防身 然后跑出房子想要求救 结果被助手地推车半倒 听到声音的黑肠直立即追了过来 男人拼命地大喊着求救 黑肠直却说再大声也没用 他们早就调查过了 附近根本没人在家 而且男人捉迷藏书了 得接受惩罚 天一亮 男人就被绑成了粽子 女孩们把他翻滚进了深坑 接着两人就兴奋地填起了坑 很快 男人就只剩地脑袋露在外面 他不断地祈求女孩们放过自己 两人最终同意 只要男人给妻子打电话 坦白自己前天晚上做过的事情 就答应放过他 结果电话刚播出 男人就大喊着让妻子报警 由于他不遵守规则 黑肠直决定立即处死他 可高高举起的石板 只是落在了他的脑袋旁边 最后女孩们还是在戏弄他 看到被吓哭的男人 逗得两人哈哈大笑 女孩们告诉他这只是个游戏 他们并不是杀人狂 女孩们以为男人是那个会说不的人 现在他们只能找其他人玩这个游戏 黄毛妹还把这两天拍下的视频 发到了男人的朋友圈里 把手机插在了她的面前 看着家人和朋友们纷纷评论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男人费尽全身力气抽出一只手 想要删掉视频 结果却把手机推倒 还顺便点出了一个赞 影片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我们面对不该接受的诱惑 要坚定说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看似免费 实则要付出的东西价值远超于钞票本身